女主盒子蜷缩在卧室里瑟瑟发抖,而外面不断传来母亲的声音 盒子,你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出来了,你快出来吃点东西吧 但盒子表示自己不会上当的,绝对不能出去 为什么盒子会躲在卧室里不敢出门呢? 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这天,当红偶像歌手辉美吊死在自家的飘窗外面 然后电视台就大肆报道此事件 并公布灰美是自己从窗户爬出来并将绳子绑在电线上的 虽然没有发现遗书,但基本可以判定是自杀的 看到这条新闻后,盒子哭得稀里哗啦的 因为灰美和盒子是同学,也是她最好的朋友 几天后,灰美的父母为其举办的追悼会 盒子作为灰美最好的朋友,所以由她来朗诵道词 此时,门口聚集了一大群粉丝 他们一边哀嚎,一边呼喊着灰美的名字 追到会议结束后,几个狂热的粉丝就把静野拦住了 这个静野也是灰美的男朋友 而灰美突然死亡,又没有留下任何遗书 所以粉丝们就怀疑灰美是被静野逼死的 理由就是,静野之前批评过灰美 似乎想要灰美放弃做偶像歌手 就在这几个粉丝准备暴揍静野的时候 盒子过来帮静野解了围 狂热粉丝被赶走后,盒子就上去安慰静野 不要被那种人所影响 结果静野却说,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 我确实让灰美感到了痛苦 说完,静野捏紧了拳头,并小声地抽泣起来 半个月过去了,这座城市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年轻人上吊的现象越来越多 而且还有传言,有人看到了灰美的鬼魂 一位目击者称,一天晚上他在公园散步的时候 突然发现那个大树上方漂浮着灰美的脸 而且还是一个巨大的脸 不止这个小哥看到了 还有几名目击者也都看到过 就是一个巨大的灰美人头漂浮在夜空中 对于民众所恐慌的灰美鬼魂事件 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从心理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这些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太稳定 所以这是失诺感造成的 简而言之,就是他们的失诺和悲伤造成的这种集体幻觉 不过已经有目击者绘制出了灰美的鬼魂呢 看起来就像一颗气球一样 准确来说是一颗巨大的人头气球 而且大多目击者都是灰美的粉丝 很快关于人头气球的传言在这座城市传开了 有的觉得是真的 而有的人认为是恶作剧而已 面对这种传闻,何子是不相信的 而且他还安慰静也 电视和杂志上报道的都是为了博取眼球的假新闻 结果静也却淡定的说 他经常漂浮在我家的院子上面 就那样瞪着我,眼神空洞 你也看到了,何子表示难以相信 是的,灰美已经出现好几次了 如果你觉得我在撒谎的话 下次他再出现,我给你打电话 让你亲眼看看 结果当天晚上,静也就打来了电话 说灰美已经出现了 你出门朝北方看就可以看到了 何子跑到街上后果然就看到了 一个缓缓漂浮的灰美人头气球 看到灰美朝着北边的方向去了 何子就一路追了过去 最后灰美在一棵大树旁停了下来 因为静也正趴在大树上朝灰美挥手 就在静也不断呼唤着灰美的时候 一根套索从天而降套在了静也的脖子上 何子见状急忙呼唤着静也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套索直接将静也吊了起来 而套索上面挂着一个巨大的人头气球 恐怖的是,这颗人头气球是静也的模样 接着,静也的气球就亲吻灰美的气球 仿佛就像一对在世的情侣一样 而何子已经被这诡异的一幕吓疯了 第二天,何子就将昨晚的事情分享给了同学们 同学表示很震惊,这也太吓人了吧 觉得这时,天空中又出现了四颗气球 等气球靠近一点后 同学们才看清气球是一张张人脸 而且正是自己的人脸 此时那几颗气球移动速度极快 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两个女同学就被自己的气球给套走了 然后,何子和剩下的一名女同学 就钻进了旁边的小巷子里 但是两个气球就在外面等着他们 只要他们出来,就立刻给他套上 何子和女同学的求救声惊动了旁边的一位小哥 看到外面有两颗恐怖的人脸气球 小哥就从房里拿出了一把弩 并对着女同学的气球射了一发 女同学的气球被击中后 立刻露气飞走了 顺带也把何子的气球一起给带走了 何子非常开心 我们得救了 结果女同学的脸也在露气 最后成了一具干皮的皮囊 何子健壮,吓得撒腿就跑 等何子逃回家后 他发现家门口也漂浮着三颗气球 正是父母和弟弟的 一夜之间全程满是人头气球 只要有人暴露在户外 就会被自己的人头气球给调走 然后专家就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出门 而且更不要试图去烧毁和损坏这些气球 因为气球和本人有着共存机制 气球受伤了 本人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 但是何子的父亲要去上班 今天有特别重要的工作 家人想要劝阻 但父亲就是不听 而且父亲说 他一出门就会打上出租车 所以是不会被吊起来的 结果父亲还是小瞧了这些气球 他出门还没走上几步 就被自己的气球给吊走了 最后剩下的三个气球就在门口守住带兔 等待何子一家人出门 过了几天后 弟弟就受不了了 毕竟在这样耗下去 最后只会饿死的 所以弟弟向出去找一点食物回来 而这次出门 弟弟是有所准备的 他将一只雨伞投到了气球的套锁上面 然后就趁机逃走了 可是弟弟出去后就没了消息 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又过了几天 母亲也扛不住了 他直接走到阳台让气球给吊走了 现在家里就剩下盒子一个人了 于是他就躲进了自己的卧房 此时村外传来好朋友的声音 说外面天气正好让盒子出来玩 盒子没有搭理 过了一会儿又传来母亲的声音 盒子还是没有搭理 紧接着就是弟弟的声音 弟弟说他已经找到食物了 让姐姐快开门 他的脸已经快追上自己了 听到弟弟有危险 盒子急忙打开了窗户 可是打开窗户后 一入眼连的却是弟弟的尸体 而盒子的人头气球 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乐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窗户后